香港的黑衣狂魔 又在台灣真的搞來搞去 今天在我們的松正紀念堂 又在那辦什麼 這個反逃犯條例 周年紀念 哇靠!周年紀念 我來到百貨公司 周年紀念 哇靠!周年紀念 哇!這種還可以周年紀念 而且我真的覺得好好笑 當我看到新聞標題這樣下的時候 我真的覺得超荒謬 為什麼很荒謬啊各位朋友 也就是這個逃犯條例早就退啦 所以你們到底在煩什麼 你們每次這樣子出來 聚一聚各位很簡單啦 你們為什麼要搞這個也是要幹嘛 也是要測這個水溫 也是要看看到底有多少人 還願意出來凝聚 雖然我已經看到有些留言 已經跟一些所謂的 這種香港的這種黑衣狂 我們講 不可能嘛 因為為什麼韓國人說不可能 因為你們真的是 你們就幹假的嘛 就這麼簡單嘛 你們就只是幫美國 幫英國當狗而已嘛 我不是講錯嗎 蛤?那你們幹嘛躲來台灣 今天韓國人呢 要跟大家探討 非常多這一些所謂 不透明的資訊 然後也不知道是不是用了 人民的納稅錢 然後去養這些所謂的 香港黑衣狂 然後啊就在今天嘛 我們的這個中正今天堂 也就是這個自由廣場啊 晚會啊 因為有七千人稱香港 拜託你們好不好 為什麼不稱美國啊 美國還在亂咧 各位朋友 你們知道美國今天 發生多好玩的事情 也就是啊 這個西雅圖啊 陳自治區啊 川普啊 放話 搶回來啊 市長怒 嗆回碉堡 超好笑的各位 也就是啊 西雅圖市中心啊 多格街區 遭示威人士占據啊 聲稱成立自治區啊 當地警方 則 退出數條街的範圍之外啊 所以啊 就目前啊 這個 已暫時關閉的警察分局 也在佔領的區域啊 然後川普總統啊 十日晚間啊 在推特發文啊 這個寫到說 國內恐怖分子以及霸占西雅圖 毫無疑問 請問一下 這些所謂來到台灣 在那紀念這個 反逃犯條例 一周年的這些朋友們 我們看看 這個所謂的 美國 的川普 形容這些 自己 這個所謂的 自由民主的人民 可以決定自己 生活的人民 不像你們香港 沒辦法 決定你們生活的人民 就今天 你們之前在這個 香港 佔據了一個 我記得一個 賣場還是百貨 有點類似 像他們這樣 感覺好像是個 支持區 然後當時也沒有 像是你們的特首 有如這個 美國的總統 川普那樣 說你們是什麼 說你們是 國內的恐怖分子啊 當時香港的特首 也沒有這樣 批評你們啊 結果反而今天 所謂自由民主 No.1的美國 竟然這樣講他們 那請問一下 我們台灣的這些 這些綠營民進黨的 絕青們 要不要去撐一下 這個西雅圖的這些 成立自治區 因為他們要捍衛自己 自由民主嘛 難道不是嗎 而且最過分的是 川普 竟然說他們是個 恐怖分子喔 那請問一下 你們要不要來出來 幫忙撐一下 這個西雅圖呢 你們要不要去 輸送物資呢 嘿哈囉黃姐 黃姐 你之前輸送物資到香港 給那些黑衣狂魔 幫助人家叛亂 所以現在 韓國人告訴大家 他就是該罷你 因為他通敵 因為他完全把台灣 整個都快害死了 因為將來大陸都可以拿 我們這樣子 幫忙他們這個 香港搞內亂的人 都可以拿出來 清算我們 因為他這樣子 害死大家 因為如果有誰捐給這個 香港搞叛亂的人的 這樣的物資之類的話 那不是都害到我們嗎 那今天同樣的 那請問一下 如果我們要用同樣的標準 請問一下西雅圖的 佔據我們的黃姐 怎麼不去捐一下呢 我們的所謂的這個 台灣的絕親們 怎麼不去撐一下呢 各位啊 真的有夠好笑的啊 所以啊 我就說嘛 這些人完全沒有標準 他們今天很簡單啊 他們自認為自己好像 在追求自由民主 但是回頭一看美國 竟然是這個樣子 他們完全不在乎 還在繼續 站在我們的這個 自由廣場的祭奠 反逃犯條例一週年 真的很好笑耶 這些人 然後啊 就在辦這個一週年的時候 這個媒體啊 又去問這個零九萬 也就是零非凡 這個所謂的蔡同學 當時提的這個 香港人道援助方案 到底有什麼樣的這個進展啦 那但是新聞媒體 就直接寫 香港人道援助方案啊 就寫個難產 對啊 等了好多天耶 從五月多講到現在 而且我當時就說啊 你香港人道救援方案 那你為什麼 你直接弄個難民法就好啦 不是一堆決心都整天都這樣講嗎 都說我們是台灣人 我們不是中國人 對不對 那你今天你禮當 你要承認陶 就像韓國人之前講的 你蔡易瑜 雖然你那個都 連個兩岸統一前都不敢修了 你這個完全違背年輕人 這是個什麼 自由意志的 現在年輕人都覺得 沒有要跟對岸統一 那為什麼不把這個刪掉呢 人道救援方案 我也覺得多此一舉啊 你應該直接用難民法就好 因為你已經不承認對岸 跟我們未來要走向統一啦 那為什麼不把他乾脆 就直接弄個難民法還比較快 幹嘛要在那拖拖拉拉 然後啊 今天的key point 我們的091就回答 機制明確後 會盡快宣布 我跟各位講啦 機制永遠不會明確 但是啊各位 現在韓國人真的生氣了點在哪裡 馬上告訴各位 就在今天啦 他們就舉辦這個 所謂一週年他們這個活動就叫什麼 抗爭未完 台港同期 我聽到了快笑翻了 然後這個民進黨副秘書長 09萬 晚間到場 哇他還到現場喔 哇撐到哪裡啦 09萬 撐很久咧 你還有臉到現場 你看這些人啊 整天都在台灣搞作亂 完全不顧人民的經濟 很多人民怎麼樣 都已經面臨到失業 甚至在這次疫情 很多店家飯店倒閉 你們還有時間真的搞什麼 一週年 真的是一群迷仇 然後這裡面就強調啊 這個09萬表示啊 這個香港人道這個援助方案啊 會包括啊 這個當局的主導啊 還有陸委會啊 進行跨部位的協調啊 然後要設立這個法人EGO執行 然後要整合民間力量公私協力 然後我們的當局啊 在編列預算 挹注經費等四項原則 各位朋友有沒有提到誇張的地方來了 什麼所謂的整合民間力量公私協力啊 為什麼韓國人特別會講這一點 請問一下09萬 你不是最討厭黑箱的嗎 你今天講這所謂公私協力到底是什麼 各位朋友為什麼我對這個議題那麼care 因為今天你香港的人要來到台灣 尤其這些所謂的黑狂國要來台灣庇護 請問一下為何要來台灣庇護 你們真的相信他們是因為被政治追殺嗎 還是他們是犯法的 各位我相信你們很清楚 他們的確是犯法 為什麼我們要去接待一堆犯法的人 各位朋友 你不覺得很生氣嗎 然後裡面都把關鍵講出來 是什麼整合民間力量公私協力 為什麼會公跟私人 那所謂的私人是什麼 你們要不要解釋一下 什麼叫私人的啊 然後更誇張的來了 你又私人的然後又要怎麼樣 又要整合這個所謂人民的納稅錢 挹注這個經費 就是人民的納稅錢也要幫他們怎麼樣 幫他們未來所謂的人道救援 這我真的很難接受耶 你要拿我們的納稅錢 我們根本不認同他們這些人 我就已經講了 你今天你就光明正大搞個難民法 好好的怎麼樣讓他們來 就今天不是要繞一圈 然後還要搞著什麼人道法案 然後今天又要花我們人民納稅錢 跟所謂的什麼公的跟私人的 一起結合起來要去救援他們 你今天你這樣不就跟你之前反服貌 真的罵黑箱一樣嗎 你今天你竟然要用到人民的納稅錢 你是不是要跟人民解釋一下 到底什麼叫私人的 你們真的很可惡耶 你們自己拿到權利之後 那你之前反駁的 都打自己臉 你看蔡同學搞了那麼久 去實質作為說怎麼樣去撐香港 如果以現在還是馬英九的時候 零九萬一定會要求馬英九 趕快有個具體怎麼樣去撐香港 如果今天沒有撐香港 早就佔據立法院了對不對 也只有馬英九時代可以讓你們這樣搞 結果現在蔡同學 衝耳不聞 那你們也沒有怎麼樣 也沒有去霸佔 也沒有去所謂你們公民不服從 結果現在還有臉回答記者說 你竟然要用人民納稅錢 然後你們要立一個什麼人道法案 跟一個公家跟私人的這個機構一起做聯合 請問一下你們就有一個有沒有錢的輸送啊 各位馬上幫大家複習一下 之前綠媒不是就已經說了 與兩百名香港這個反逃犯條例的示威者 搭船逃來台灣啊 當時我們的移民所還在說什麼 持續監控 然後內文就寫啊 這個是這個國外媒體的報導 目前有兩百多名這個香港這個示威者啊 透過秘密管道啊 逃來台灣啊 其中有人是透過贊助者出資搭機來台 也有人是付出三十萬元搭漁船來台 對此啊 這個移民署啊 尚未接獲相關情勢 不過未來將持續嚴密監控 各位這有回答跟沒回答是一樣的 然後當時大家就在質疑啊 請問一下所謂什麼贊助者 打機來台 那也有所謂的負三十萬的漁船來台 請問一下這些的錢到底是什麼樣的錢 我真的覺得很誇張欸 你們今天就是你們這些蔡同學們 從上一年增香港增香港增香港 才會有這一連串的這些事情 然後又加上今天零九萬 真的講說未來要動用到人民的納稅錢 然後來幫助他們 憑什麼 憑什麼 然後他們幹嘛逃來台灣 如果他們沒辦法幹嘛逃來台灣啊 每一個都是陳同家是不是 所以啊各位朋友 台灣的經濟 韓國人剛剛跟大家講疫情 又加上這個蔡同學這四年 根本沒搞什麼經濟嘛 在那整天只會搞政治而已啊 所以大家都苦哈哈 所以當時韓國瑜為什麼會選上 也是因為他希望主打經濟啊 在高雄的時候 這個年輕人沒辦法 因為他們覺得他們一輩子可能就領了一點 他們對於未來可能能賺更多 已經慢慢的放棄了 所以他們就選擇用精神勝利 所以就選擇了蔡同學所謂的 哇守護主權 撐香港 幫助香港 好像你幫忙香港 你就可以得到什麼 多大的成就感 我就講過 你根本你也沒派兵去幫香港 你現在搞的一個撐香港的 搞的老半天 然後現在要拿人民拿稅錢 真的是一群騙子耶各位 所以韓國人最後想告訴大家 真的夠了 我真的受夠了 這些香港的犯法的 光我們屁事啊 這些錢已經今天就從這個09萬嘴巴就證實 這個我們要編列預算 我真敢講 你看他們囂張成這樣啊 以前罵人家黑箱 自己超大黑箱 還是個騙子 這個蔡同學乾滾蛋吧 好啦 如果覺得台灣不應該再接收這些什麼黑狂 記得幫我按讚 然後幫我把小鈴鐺打開 如果有任何想法 歡迎在下方留言 我們打假按讚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這個影片 會很沉悶 那是看的 很緊張 知道這些嗎 有問題